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叶浩所写的 这是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 一位政治哲学的思想家 叶浩他的身份 他的资历 是英国爱丁堡大学 哲学系毕业 伦敦政经学院政治哲学博士 目前任教于政治大学 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 他的专长是政治哲学思想史 和国际政治理论 在教学研究之外 他也致力于推广哲学普及 这本书 以至于这本书所属的联系出版公司 刚刚新创的这个书系叫做WINS 也就是这种对于政治哲学普及的 其中的一个特别的做法 埃萨伯林这一位思想家 他最重要的贡献 就在于帮我们认真的分析 什么叫做自由 在对于自由的思想上面 埃萨伯林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 所以叶浩所写的这本书 在一开头的时候 也就用这种方式点出重点 他说根据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 Adam Swift所言 整个20世纪 英语世界 政治思想学界引起最多讨论的一篇文章 是什么呢 是埃萨伯林 她的True Concept of Liberty 这篇文章原先是 伯林 她在1958年 接任牛津大学 Chicely 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的旧职演说文 后来跟其他的三篇文章 集结成为埃萨伯林 最有名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这本书呢 叫做Four Aces on Liberty 自由四论 这本书在1969年出版以来 埃萨伯林 她对于自由的 这个二分法的重要的讨论 叫做消极的自由 跟积极的自由 就变成了政治学界 所有讨论自由概念的起点 所以我们要了解埃萨伯林 有一部分是因为自由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什么叫做自由 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由 埃萨伯林用一种方式 他告诉我们 有两种不同的自由 值得我们考虑 以及值得我们思索 一种是negative liberty 这是消极的自由 什么叫做消极的自由呢 指涉的是不受外力干涉的状态 但是除了消极自由之外 有一种positive liberty 这是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的追求指着 你要当自己的主人 Being one's own master 或者是追求autonomy 追求自主 好 消极自由跟积极自由 究竟是如何分别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意味着 不受干涉 不受他人的干涉 在具体的层次上 主要指的是个人 但是他人 可以是另外一个人 可以是整个社会 可以是国家 或者是政府 原则上这个主体 也可以是群体 而相对应的他人 那就会变成其他的国家 其他国家的人 或者是政府 埃塞伯林提醒我们 不受干涉 是一种空间的概念 而且可以有大小 或者程度多少之分 消极自由越多 也就是一个人拥有 随意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的空间越大 布林曾经用过 另外一个很有名 也很有用的方式来比喻 就是门 门呢 开放的门越多 你的选项就越多 这个时候一个人的 消极自由就越大 那依照 埃塞伯林 他聚焦的这种 消极自由的主体 主要会牵涉到 三种层次的关系 一个是 个人跟个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是 个人跟社会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是 个人跟国家的关系 消极自由作为一个社会 或国家能够给予 个人的空间 所以我们一个人 到底有多少 可以不受社会 跟国家管制的 自己决定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个空间就叫做 消极的自由 在西方现代社会 对于这种消极自由 都会要求 要用立法的方式 来予以明文规范 笼统的来说 法律对于这种保障 个人自由的保障越多 或者是政府的管制 管得越少 人民也就越加的自由 再精确一点讲的话 个人的消极的自由的范围 会受到这个 刚刚讲到 三个层次的关系的影响 跟他人 跟社会 跟政治 作为一种关系 也就意味着 没有任何人 可以享有 无限度的 消极的自由 因为人的自由 会彼此互相妨碍 所以 埃萨伯林 他也就这件事情 曾经提过一句 非常重要的名言 关系到我们如何保障 消极自由 更理解消极自由 他的名言是 狼群的自由 经常意味着 羊群的死亡 所以就意味着 消极自由 不能将所有的个人 平等看待 消极自由 在他的思考 以及在他的弱势上面 一定要去区分 强势者 跟弱势者 你必须要保障 弱势者 一个绝对不可侵犯的空间 这个空间 可以很小 但是不管他多小 一定要给他们 这种 不能侵犯的空间 他们才有 消极的自由 如果你让 强势者跟弱势者 拥有同等的自由 最后强势者的自由 就会取消弱势者的自由 所以换句话说 在立法上面 以及政府 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也就是要保障人民 拥有绝不受侵犯的空间 这种人民的个人自由 才算安全 而且 埃萨伯林 当他在讲 狼群的自由 通常意味着 羊群的自由 这个狼群跟羊群 在他的心目中 是有非常清楚的指涉 这有一部分 也来自于 美国的宪法 例如说 美国宪法 这一份 非常重要的文献 它的核心的意义 它核心的精神 从一开始 先指出 We in the people 我们人民 是为了 保障人民的自由 保障人民的权利 所以要去 订定宪法的 换句话说 宪法不是管辖人民的 宪法是管辖政府 或者是人民以外的 其他的权利 不能够侵犯 人民的 在 布林的心里面 当他在讲 狼 狼主要 指的就是国家 指的就是政府 而羊群 指的就是人民 因而我们为什么要立法 包括 必须要有宪法的存在 宪法也就是规范 只有在这个特定的状况底下 国家或者是政府 才能够限索 人民的自由 在宪法上面 没有明文规定的范围 以外 人民都是自由的 所以这就叫做 为什么在西方 在政治哲学上面 另外很重要的区分 那就是 rule of law 跟 rule of law 我们在讲的法治 不是 rule of law rule of law 意味着是说 由法律 来管辖 人的行为 但这只是 低层次的法治 不是最根本的法治 最根本的法治 是 rule of law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法律本身 是由 它一定的方向 并不是所有的法律 都是对的法律 都是好的法律 法律应该 明文保障 基本的人权 政府的所作所为 必须要符合法律 在法律之外 政府没有任何的 作为权利 法律的制定 不可以违背 基本的人权 任何受法律 制裁的行为 必须事前 有明文规定 该行为违法 所以这个 rule of law 因此就会产生 我们在面对 这个社会的 各种不同现象的时候 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例如说 为什么法律 不能夕集既往 因为如果法律 可以夕集既往 对人的自由的权利 这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情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行为的时候 明明白白的 法律认定 这是合法的 我做了合法的事情 你不能到后来 你订定了一条新的法律 把我原来合法的行为 变成非法 那如果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任何人 都有可能 被用这种方式 入于罪 这是法律 绝对不能夕 夕集既往 非常非常关键的 一个 rule of law 它的基本的原则 又例如说 因为在 rule of law 基本的精神底下 法律制定 绝对不可以 违背基本人权 因为基本人权 不受法律的规范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之前 在台湾 为了同性婚姻的 公投的时候 所产生的 其实是 无谓的争议 同性婚姻 已经在 大法官的 视线文里面 明确建立成为 台湾的 基本的人权 既然它是 基本的人权 它就不应该受到 就不能够受到 法律制定的侵犯 所以要用 法律的方式 来管辖 来制约 同性婚姻 这是违背 rule of law 基本的精神的 这些都是 非常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 当我们在讨论 在思考自由的时候 回到政治哲学上面 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最基本的逻辑 最基本的道理 所以法治概念 rule of law 就暗示了 公权力是危险的 并假定公权力 是现代国家当中 最有可能干涉 个人自由 也最难以抵抗的外力 换句话说 你要以个人的力量 去限制别人的自由 其实它的危害 不会那么大 最可怕的是 用公权力 来干涉 个人自由 所以什么叫做 totally tolerantism 20世纪最奇特 也是最可怕的 一个现象 这种极权主义 就意味着 公权力 介入 人们的 所有 它叫做 totalitarianism 它的前头 关键就在于 total 是所有的人的 人的生活的领域 都被公权力 介入 或者公权力 坚持要介入 有权介入 人的所有的 生活的领域 在国家体制 介入 所有生活领域的 情况底下 也就意味着 不受公权力 不受政府干涉的 消极的自由 所胜无几 像Akanatoba 这样的作家 诗人 他所能够拥有的 创作题材跟内容 都受到严格的监管 甚至遭到查禁 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面 人民要争取 消极自由 等同于 要从当局设下的 界限当中突围 必须要对 政府的权威 进行直接的挑战 过程当中 势必要付出 昂贵的代价 其实这种 争取消极自由的 必须要跟 威权抗拒的经验 在20世纪当中 许许多多社会 许多国家 都曾经经历过 包括台湾 我们也是在 这样的情况底下 从威权的手里面 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 把消极的自由 给夺回来 并且建立成为 法律的保障 Azabalim 不只是 用清楚的语言 跟我们解释 跟介绍了 什么叫做 消极自由 更重要的是 它还要再划分出来 自由的另外的一种 那就是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是什么呢 我们回来 继续告诉大家 大家好 我是梁文英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北台广播电台 北台广播电台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欧哈亚原住民频道 听见台北的声音 台北Radio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造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9点 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夜号所写的 Isabling Isabling 介绍这一位英国的 政治哲学的思想家 尤其核心的是介绍 他在1958年 藉由这样的一场演说 后来化为文字 然后在1969年出版回书的 这一篇文章 文章里面所提出来的概念 文章是自由的两种概念 在Two Concepts of Liberty里面 Isabling提出了 Negative Liberty 跟Positive Negative 而且消极自由 和积极自由的两种区别 在夜号的书里面 也就特别的帮我们说明解释了 1958年 Isabling 他会提出这样的解说 这后面的背景 因为是资本主义 跟共产主义 两大阵营 在冷战当中 剑拔辱张的情况 在这个时候 标榜科学理性中立的 各种不同的政治科学家 还有国际关系专家 忙着提供各种权力消长的 实然的分析 或者是要强化 几方的实力 来自于 一直不断的思考 如何达到恐怖平衡 作为一种和平的策略 官方或者是主流的传媒 就会以意识形态先行 然后呢 重点在于打击对方 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 彼此互相丑化 妖魔化对方 来提高自己政权 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正当性 这个时候的Bling 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要做的 是从最抽象的思想层次 来把握冷战 格局的争议所在 他解释的是 西方资本主义 民主国家捍卫的 就是不受他人干涉的 消极的自由 而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共产正义 他们是追求一种 积极的自由 所以这是提供了一个框架 在这个框架底下 当时冷战 极度所需要的 让对峙的双方 可以彼此理解的 一套理论的框架 在这篇演说 到后来的文章当中 埃兆布林他当然是站在 西方民主的这一边 是站在捍卫 消极自由的这一面 但是他并不否定 或者是他提醒 除了消极的自由之外 还有积极的自由 我们不能否定 这些追求积极自由的人 他们是有他们自己 不同于消极自由的 对于自由的概念 所以为什么会产生 双方这么巨大的歧义 有很大一部分就在于 当冷战者这两方 在讲自由的时候 其实彼此概念当中 什么叫做自由 是完全南辕北侧的 因而表面上看起来 讲的是同样的话 然而他内在的歧义性 如果我们不尊重 如果我们不去探索 这种政治与会的歧义性 那么大家就只能够陷入 各说各话 而且虽然双方都在讨论自由 都以自由作为 自己标榜的重要的价值 但是越讲 只会让冲突越深 让沟通的空间越来越小 因而埃扎布林 他就试图要在这一篇文章当中 同时解释消极自由 跟积极的自由 消极自由主要指涉的是 一种存在的状态 人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最重要的是 你大可不必采取任何的行动 也就是这只是一个环境 在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底下 开了很多很多的门 一个人 你有资格 你有权利 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门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也拥有权利 什么都不选 也就是你不必 必然要费力其身 走上任何特定的一道门 你不做任何事 你仍然拥有这样的自由 仍然在享受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自由 被埃扎布林称之为 叫做消极的自由 相反的 积极的自由 却有三个不一样的条件 首先 追求积极自由的人 他要有清楚的自主的意识 他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他要明白他自己在追求什么 再下来 他所追求的事物 是他自己所决定的 也就是一种自我意志 这个自我意志是will 这也就是源自于舒本华的 意志于表象社会的 这个哲学的来历 它是一种自我意志的表现 而不是一种 自己不能够抗拒的因素 所导致的 换句话说 不是别人 帮他所塑造出来的环境 是他自己要去追求 是他自己要去展现他的意志 最后 基地自由就牵涉到 关于自我的两种 不同状态的理解 行动者他要追求的 是成为一个 特定想象的自我 换句话说 从原来现在的自我 变成一个更理想的 新的自我 自由的追求 是一种试图让现有的自己改变 成为那个 应然的自我的过程 换句话说 积极自由的追寻呢 就会涉及一个 理想自我的想象 追求的过程 就是让自己 从现实的自我 变成这样的一个 理想的自我 所以当我们在讲 积极自由的时候 这个积极自由跟消极自由 它在性质上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 它的哲学的起源 也很不一样 积极自由的 哲学的起源 它的前提 来自于 人跟物的 根本的差异 人跟动物 最大最大的差别 就在于 人有一种主观意志的能动性 讲的更简单 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例如说 我们跟动物一样 会饿会渴 可是作为人 虽然这一部分身体 是属于自然界的 可是 接下来我们解决 我们会饿 我们会渴的手段 我们会选择食物的种类 通调的方式 当然 我们也有可能 为了更高的目的 我们干脆 不吃东西 拒绝进食 这一切 是动物没有的 只属于人类 这不属于自然界的领域 也就不同于 自然界的因果关系 不能够用因果定律 或者是几率来解释 就是因为人类有这种 特殊的能动性 所以 人类有 积极的自由 积极的自由展现你的意志 这是一种高贵的自由 所以阿杰伯林 他肯定 积极自由是一个 相当高贵的概念 因为他预设了 人类跟动物的差别之外 他也是彰显 人性尊严的一种方式 他又把古希腊的 斯多噶学派 作为例证 他就告诉我们说 斯多噶学派 就是在人类的哲学 跟权力的思考上面 最清楚 把积极自由 标举到最高的 一种想法 斯多噶学派 他们追求类似这种 完全理性 完全自我掌控的生活 他要根据所有一切 非理性内在因素的影响 例如说 我们会有莫名其妙的恐惧 如果你心里也有这种恐惧 或者是 你会有各种不同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妄想 还是 你有一些潜在的记忆 或者是对于过去曾经发生过 现在不记得的 这伤心往事 被各种不同的因素 所产生的怨恨 各种不同的情绪 对于斯多噶学派来说 那都是 非理性的生活 那都是你应该要去排除的 一个人的真正的自由 对于斯多噶学派来说 是在于理解了 我们自身的天性 还有事物的法则之后 顺应事物的法则跟天性 把我们活成那样的一种理性结构 这才叫做成为自己的主人 成为一个理性的人 就斯多噶学派的理想来说 感受到自己跟世界的冲突 是一种不自由 是因为你还缺乏理性 或者是理性 没有完全的改造你 如果你彻底变成了理性 进入到了这种自由的状态 于是个人跟宇宙 就能够和谐为一 这是一种 非常非常高贵的一个理想 不过这样一种 非常高贵的理想 这种积极的自由 当它跟缺乏消极自由的社会 把它对应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另外一层的意义 这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 积极的自由 在缺乏消极自由的环境底下 有的时候 它会把我们想要突破 去追求消极自由的 这种外在的对抗 转化成为内在的对抗 意味着它就变成了一种 精神胜利法的来历 精神胜利法意味着 我不能够当我缺乏一个 具体的一个空间 可以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去哪里 我想要说什么话 甚至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在没有那样的一种 消极自由的情况底下 于是只好诉诸于积极自由 意味着我在我自己的内心里面 纯粹的内心 是完全由我自己做主 我在思考什么 或者是像阿卡诺托巴 我写怎样的诗 只要我这次诗没有要公开的发表 没有要给别人读 谁也管不了我 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 但是这个积极的自由 有一部分又变成了 所人躲避 或者是在受到外在的强权控制底下的 一种自我的安慰 阿卡诺托巴尼 借由这种方式 把两种不同的自由 对应对照起来 也就是要告诉我们 所谓自由 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先要弄清楚 我们究竟在讲的是 消极的自由 或者是积极的自由 而消极的自由 必须要有法律 必须要制度的保障 才能够让人享有 积极的自由 从一个角度来看 可以完全靠你自己的内在 就能够得到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种积极的自由 有的时候它会伤害 或者是妨害 我们对于消极自由的追求 只是这样简单的 从Berlin最有名的这一篇文章开头 一来就让我们知道 埃尔巴尼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 它的地位如何的重要 另外读这本书的一个动机 也就是让我们明白跟了解 经常我们挂在口头上的一些 我们以为简单的字词跟概念 其实如果我们要对于建构一个 更理想的社会 有所用意跟用心的话 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需要我们回到哲学 回到思考 尤其是回到政治哲学的认真的思考上面 我们才有资格能够对于台湾 如何保有我们的自由跟民主 做出更具体更积极的作用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